那麼是國民黨的態度 國民黨現在還是希望 下一次的機會要藍白河 所以這次就是報仇 暴打黃珊珊 因為黃珊珊逼著柯文哲 掀掉六點協議 使得他沒有辦法藍白河 沒有來白河 導致沒有拿到總統 整個台灣那麼多位置 好幾千個位置 國民黨跟民眾黨都不能安排 所以恨的是黃珊珊 不能罵要保護的還是柯文哲 真是這樣子嗎 小麗媛星星都講了 柯文哲恐怕 這個接下來路有限 接下來是藍綠 這個對決的一個格局 你們為什麼那麼擔心 小草不會到你們那邊 因為昨天Grace 在我們節目當中講到 其實目前為止留下來的小草 幾乎都是藍的 只要民眾黨沒了 這些人就會投國民黨 而不是民進黨 應該這樣說 柯文哲當然還是比黃珊重要 他主席 他總統候選人 可是國民黨一直對黃珊 有很深的情緒 2016年 沒有提高嘉瑜是提黃珊珊 黃曙光跟蔡英文很好 然後拉拔妹妹 我簡單講 他說最喜歡心頭肉就是黃珊珊 跟黃國昌 都叫小於男孩 小於女孩 所以我們國民黨 看黃珊珊 順竟本黨的支持之後 如果不反悔的話 是不是就已經當總統了 然後可是被黃珊破壞掉 就沒有當總統 加上求證那個民調 有沒有 求證民調 拿去跟金主求歡 我們姓村元 我們民調第二 洪友宜民調第四 還吃老三便當 被打得很慘 好嗎 這都是恨 恨是累積的 老三便當要出現 對 你吃了嗎 你米其林 我吃老三便當 那我明明老二 要吃便當 然後 然後你 你老三 你還吃那個 那個米其林的 就是壞嘛 我真想去告那個 這難道不是柯文哲壞嗎 這難道不是柯文哲壞嗎 幹嘛都怪黃珊珊 你們就是試著挑染的吃 也不是 因為我們覺得黃珊是綠的 那不一樣的情緒 柯文哲是墨綠 後來改了 後來變檳榔 所以國民黨這個氣氛很濃 是不是 很濃啦 國民黨 我在節目真實反應 國民黨是天然毒 我們對黃珊是天然仇 仇恨的仇 真的啦 很討厭他 然後接 然後每個都討厭他 那在接下來怎麼辦 接下來其實長久白是沒有 小麗媛講是對的 二零二八是兩組 絕對沒有三組 民眾黨連選的機會都沒有 你們還要柯文哲 當你們的副總統參選人嗎 怎麼可能 這是開玩笑 真的沒有嗎 不可能了嗎 基隆柯文哲就別再去了 他要去的話別他來好不好 我拜託他去 是不是 柯文哲沒了啦 我們打的也差不多半條命 差不多等著司法調查 可是黃珊珊 國民黨對他的出手跟情緒是芳心為愛 林濤雖然沒有打給我 我跟你講 翁曉寧本來朱立倫很喜歡打 翁曉寧一堆事嘛 什麼奧運的獎牌事 什麼秋海黨一大堆事 林濤上節目都在罵 翁曉寧就表示 林濤講的話代表朱立倫好不好 就這麼簡單 現在林濤講的話 我認為也代表朱立倫的方向 就是要打痛打黃珊珊 所以我接收到了 所以我接下來也有一些動作好不好 你會有什麼動作 我要去查那個啊 我要去查那個 就是寶金華城會議當中都有出現的神秘詮釋女性 是不是 有一場神秘的會議 就李正浩PO那個 那場會議的內容 我明天要去調查 我找都發局的局長問一下 我找市長市的幕僚問一下 誰參加 而那個參加也沒有會議紀錄 那個主導是黃珊珊 而會議紀錄是說 讓非法拿到了這個都跟榮基的程序 讓他進入那個都省啊 然後都委會開始走的時候 這叫實質影響力 甚至是指示哦 而且這個案子是 從頭到尾都是彭正成在處理 叫公務副市長 你不是公務副市長 你跟他開什麼會 黃珊珊就有大麻煩 我現在查這個方向去查 是不是 然後我也幫 所以你收到指示 會好好的處理這一條 也不是我自己邀功了 開玩笑 我黃珊珊還有我兩條 就這一條是金華城嘛 第二條就是 我九百一十六萬發票 你黃珊珊沒有允諾去 把他填到監察院 而最後沒發票嗎 那個代導 難道黃珊珊脫得了甘息 他們都是節度史 最大節度史管幾千萬的 四五千萬的叫李文中 他小快一點 可能在河西那邊 在在在 然後那個在核桃那邊黃河 小快一點 至少九百一十六萬是你的轄區 代導師你找的 這點我們也要請檢察官好好查一查 是不是要整列被告什麼 我們都是要處理的 兩條啊 還有第三條呢 目前兩條 我再找 我們看一下民眾黨 這整個世界916萬開始點燃戰火 那目前為止是傳出了黨內的一個鬥爭 你甚至連這個黃國昌寫的賣生器裡面 都說不會牽涉到黨權 這張都拿出來了 所以在民眾黨內 是不是大家抱在一起撞向世界末日 還是會開始有一些切割 先從剛才中小平的黃珊珊講 黃珊珊畢竟是學法律 她非常聰明 剛才也講 總部的包含她的賬 她覺得有疑慮 她是跳過去她不蓋账的 包含 所以木可可能她沒事是不是 她可能完全沒蓋账 木可她碰不到 即使口頭承諾 那都不算嘛 除非你有錄音啊 我口頭說好好好 但是我沒有去做啊 你能夠怎樣 你不能咬我啊 包含這件事情嘛 蔡壁如都看不下去嘛 轟李文中是渣男 黃珊珊懂閃法律 她直接講 包含金華城案 很多事情 她完全閃躲法律 所有公文都沒有她的名字 這個就是為什麼中小群 要去查那個會議 到底黃珊珊有沒有出席 而我認為黃珊珊 是不是她主持的 對 也可能沒有任何的名字在這上面 她可能代表就是說我來關心 但是她沒有解出其實的紀錄 這個就是黃珊珊 她做一個法律人 非常懂得保護自己的地方嘛 我黨主席就是不會指啊 除非有很大的逼供的力量 如果沒有 柯文哲需要這個黨主席幹嘛 她至少她有八席的立委 她需要這個權力來保護她在司法上面的權益 這個是她從一開始2013年參選的時候 她最終的初衷啦 譬如說她的初衷是誰 她的初衷就要用發票 要用調查的時候 出來問張醫生看看怎麼樣 我就說沒有你參選啊 她真的就有你參選啊 她真的選了喔 不是 她出來說她要參選 你說參選是一個好招 因為你必須用透過選舉 酸牙貴官 酸輸貴官 所以她用參選的方式來造成她的發言權嘛 讓檢調有所忌憚嘛 這個是她常用的策略 而她這一次更需要這個黨主席 來保護她的發言權 來讓檢調有所忌憚 讓她的司法可以安全 這個是她從政的初衷 也是她現在最終要保護的地方 我補一句很簡單 馬英九是不是 我以為你想出第三條黃珊珊的 不是 我現在幫阿伯找一個後路 2008年是不是 那個馬英九選總統 那起訴就不得參選 很嚴喔 那她起訴了嘛 後來被起訴 那後來吳敦義跟吳伯雄 幫她改一個字就好了 叫做與 改一句叫做與國法同步 修黨綱 你們修成國法同步 他可以做到三成定顏 阿伯的錢都花在哪裡去 因為我前兩天 其實就排了一個排行榜 這個支出排行榜 不是 薪資排行榜 薪資排行榜 就是那個 因為我就想說 我把所有的幕僚 就是因為那個用一色有拉很快 用一色拉一下 就想說算一下三個政黨 免得人家說我說都只有 其實我要是民眾黨 我一定天天給你通告 我讓你忙一點 你就沒有時間抓這個了 你知道我就想說拉一下 而且有三個政黨都放下去拉 我怕人家說我偏心 然後拉了一下 我們知道說反正國民黨有錢 前面幾個都國民黨 然後可是破百萬的 其中一個是陳志涵 陳志涵 陳志涵他破百萬 他五個月領了一百多萬 而且你看這前二十名 有十二個都是民眾黨的 所以柯文哲對年輕人很好 薪水給的很高 我覺得是高階的很高 只是次工便當還要自己吃 低階的很低 拿便當的要跑去旁邊偷偷自貿 兩萬多又很多 兩萬多 他是高階低階差很多 高階高很高 然後低階低很低 他大概是這個樣子 他說你會看到說 他很多高階 因為他會衝起來 其實有一件事就是他們其實有發 那個績效獎金 有發績效獎金 所以加起來就是高了 你知道陳志涵他超兇的 他今天 他昨天他昨天吧 昨天罵我 發文罵我超兇的 罵你什麼罵你什麼 過了沒有把你看過的就不錯了 他超兇 你知道他說我 他說我是對他人格謀殺 對 他說我對他人格謀殺 然後他說 他說他的柯文哲團隊是人少是多 然後他又說 他說他去走大甲媽很辛苦 從白天走到晚上 走到腳歐車脫皮 晚上只能睡遊覽車 遊覽車還很冷 這樣子才賺那麼一點點 然後我希望想說 你也沒批評他什麼 你只是說他薪水領這麼多 我就說你就五個月領一百萬 一個月平均二十萬 這件事情是人格謀殺嗎 然後他現在就說他很辛苦 很辛苦 我想說通常 通常我們去質疑 就是某個人說你就薪水零很多 然後他們通常就講說 他們可能就列出他們最辛苦的東西 結果我看一下他列出來的東西 就是說 走大甲媽走到腳底都擦傷破皮 瘀血了 我覺得說你 當然是沒有錢耶 甚至捐錢走大甲媽 你都不要跟著大甲媽 對 我有想說 不是人家走大甲媽是為了信仰 你走大甲媽是為了錢 那就算了 二十萬 二十萬很多人願意去走好不好 不要說走大甲媽 二十萬給人家 人家環島都願意好不好 通見都可以 二十萬都可以 結果四三貓講這句 然後就有人把四三貓的話 拿去陳志涵下面留言 然後陳志涵會 就是說人家是為了大甲媽 為了信仰 你是為了錢 然後陳志涵會說 是啊 所以 他就真的是為了錢 對啊 我們講說這樣子 我們就公開資訊 他現在說我就是那個 把那個私人資料用出來 可是都是監裁院裡面公開資訊 那我就是花點時間 其實也沒多久 一次有拉一拉 三五分鐘就拉出來了 所以在三黨裡面 他薪水是第一名嗎 沒有 其實他三黨裡面不是第一名 他是第五名 可是他有進入百萬的旁行 前五個都有進百萬 可是你知道 國民黨有錢我們都知道 可是民眾黨去年選舉 還記不記得 去年選舉就說 阿伯好求 阿伯需要小草的糧草 然後小草們省私減幼 送Uber 然後賺的錢捐給阿伯 現在才出來說 原來你的錢都是花在那麼有錢 對對對你的員工 事實上你知道你這一張害死多少人嗎 對 我好想看 不是 那幾個 那幾個民進黨的現在多沒名字 就大家遇到說 你的比陳志然少 政策位置欣賞 你們民進黨真的有夠沒水準 你們那個憲法法庭找的律師 也比民眾黨的便宜 我們那個李全合長得那麼帥 口才那麼好 結果這個薪水比民眾黨找得還便宜 結果沒想到黨工薪水也是這樣 我想要請問一下他參修 小栗元星星長期觀 小栗元星星他長期觀察台灣的政治 他認為現在台灣 可能就會進入了藍綠的競爭格局了 第三勢力要挑戰藍綠的板塊 能量上顯然是不夠了 那我想要問一下 民進黨是怎麼看這件事情的發展 那麼當然對於民進黨來說 一定說我們手也伸不到司法這邊 但是很多的人會覺得說 那如果從司法上的話 這次要讓柯文哲試 對民進黨比較好 還是說還是換了 存半條名 對於民進黨的選舉比較有利 我們想一想 如果沒有柯文哲的話 現在當然就是藍綠的格局 那小栗元因為他所有的調查 他其實是做田野調查 他除了看民調 他會去訪談個別候選人 非常多立委候選人他都訪談過 所以他很清楚說民眾黨的存在 是因為大家過去對藍綠這兩個政黨 在清廉上面 在錢的事情 清廉上面有疑慮 你看過期的總統 藍綠的總統 落後都招金 就是會被卡到跟錢有關的案子 那這會讓很多年輕人 剛剛說什麼藍綠一樣 所以柯文哲是從這個地方竄起的 就是他白色力量是從這個地方竄起 可是這件事情 如果柯文哲跟民眾黨卡到的是錢 如果是其他的是能力什麼 那是另外一件事 卡到的是錢 這一個原來支持白色力量 這些人會退回去 他退回去 你說他退到藍或退到綠 這個很難講 這至少都會退到 他就不表態了 他就對政治能感 那他們在等救世主 他們還是會等救世主 那如果這個救世主是黃國昌 你說黃國昌跑出來說 搞不好這一群人就跟出來了 那也不一定 但是永遠都會有想要成為第三黨的人 永遠都想要這個去取代藍綠 在這一條中間路線的 那過去有什麼台聯 台聯曾經做過台聯 時代力量 親民黨 這些到最後都換不到幾年 好像是親民黨活比較久 其他都活沒幾年 所以接下來的民眾黨 我看他勢力會慢慢的衰退下去 那再等另外一個新的政黨出現 我們以為誰 來 Coach 吃 吃 那 稍蕈 將 unas